说南美的阿根廷 阿根廷近日都成为世界的一些传媒的焦点 主要是他有一个新总统上了一场 叫米来 他有个称号叫做阿根廷特朗普 头发长长 不收蝙蝠 言论出位 他还在宣传的时候 记得他在总统选举的时候 他拿了个电脚 说要清除一些障碍 或者破旧立新的意思 所以也有电脚总统的称号 近两三个星期 也有很多新闻 最新的新闻就是阿根廷一个省长 拉利奥省省长叫昆特拉 昆特拉跟新总统米来正面交锋 图片的右边就是拉利奥省省长昆特拉 左边就是米来 发生什么事呢 阿根廷总统米来正在风波不断 拉利奥省省长昆特拉就说了 你不用指以拿走他们的省的利矿的任何一块石头 除非你带军队过来 要不然你不用指以拿走这个省的任何一块石头 因为这个省是生产利矿 大家知道 锂电 新能源汽车 锂电的需求很大 所以阿根廷这个省有很丰富的利矿资源 这个拉利奥省 近日米来就说了 这个新总统就说了 想把这个省的利矿暂探和开发 就撥给私人企业 而这个私人企业正正就是特斯拉的老板 马斯克 特斯拉可能就是因为需要发展新能源汽车 当然是要有利矿的电池 所以对利矿的需求也是很大 现在阿根廷的新总统米来就说了 不如就把这个发展 这个抗产的权利给了特斯拉的马斯克 这个决定就令到这个省拉利奥省的省长昆特拉非常之不满 事源其实就是阿根廷这个总统米来的改革是相当之激进 他上一场都不够一个月 已经是蜂蕴出了很多的改革方案 他就其中一个比较争性大 就是想把国家的资源交给私人企业来发展 拉利奥省省长昆特拉就说了 他说米来想用金钱来勒缩各个省去支持他的法令 其实昆特拉所说的 米来用金钱去勒缩各个省应该不是很适合 他的字眼用得 应该是说米来是想用金钱去贵务各个省的省长去支持他的法令 但是昆特拉就说他不会接受这些贵务的 他就说勒缩了 其实贵务才对的 他就说米来的总统想将当地理矿资源的发展权给马斯克 昆特拉就说 其实拉利奥省的资源是属于拉利奥省的人民 就算要对他这些矿资源是开发的 也一定要符合到拉利奥省 和阿根廷人民的利益才可以 你不可以把这些权利都放在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 放在私人企业或者外资企业 因为这些外资企业一旦来到的话 他们开采的那些矿呢 其实如果看回其他国家发展的例子 最有机会就是什么呢 外企开矿 开采矿之后呢 就只会剥削当地的工人 因为譬如说会给很低的工资 跟着开了一些矿之后呢 就是通过他自己外资的公司 可以卖给外国企业 就是用很低价去卖给自己外国企业 因为当然了 你自己开采 比如举个例子 特斯拉真的来开采他的理矿 开采出来的理 用低价卖给特斯拉 就对 无论这个省或者对阿根廷 整体来说都不是有利的 理论上呢 最好是自己国家的企业开采啦 首先是益回自己的企业 或者益回自己的国营企业 私企也好 国企也好 总之你有钱有技术 做得好 开采这个矿 那给自己的企业做当然是最好 因为你是可以 卖给一个比较高的价钱 卖给外国企业 又或者在工人的工资方面呢 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待遇啦 如果你给外企控制呢 给他们全都拿出来呢 那这个通常就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就是剥削工人 工资低 和产品出来之后 就以低价卖给外企 好了 这个方案出来之后呢 现在就引起 拉里奥省的省长坤特拉 非常之不满了 那现在阿根廷的理矿是怎样强化呢 那如果在2022年的数字显示 阿根廷生产理矿大概是33000吨 是占全世界的产量大概5% 全世界的产量大概是68万吨左右 那如果阿根廷生产全世界的产量5%左右 其实已经是占世界的第四位了 那第一位呢 就是澳洲 第二位是智利 第三位是中国 原来我们中国的矿矿的资源都挺丰富的 那当然是不够的 我们还需要在其他地方买多一些的矿矿才行 因为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刚才雷石炉社上也说了 如果单单单单一品牌来说呢 比瓦迪已经是超越了特斯拉了 就是出车的数量 好了 又说说阿根廷的总统米莱 其实他上了一场之后 都是真的诸多事 有什么事呢 比如他就是说 想把很多现成的法例推翻 他的心目中是改进 但是很多人在心目中 他的做法就不是改进 反而是激进 激进得来 暂时来说 就看不到有什么成果 譬如如果他真的 把这些理矿 撥给外国去发展 其实有人认为 这个会令到 民众是更加贫穷 更加饥饿和绝望的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外企剥削工人 以低工资聘用 当地工人的机会相当大 那米莱呢 上任了不够一个月 他就有一个所谓 什么叫休克疗法的经济 首先 他做的事情 就是将他 阿根廷货币贬值了 120% 举个例子 就是说 譬如以前 一个月前 你买个面包就是 10元 那现在就可能要22元 才买到 大概的数字就是这样 那米莱做了很多东西 还有什么 是很有争议的 比如说取消对公共服务收费的补贴 公共服务收费 我想到的就是 可能是水电煤 交通费 他取消了补贴 那变成那些市民的负担就重了 那另外就是 他就是所谓的休克疗法 就是全面放松 所以经济管制 他说呢 经济应该是自由化 应该就是 政府干预私人企业 是减到最低 那他也都是 废除了阿根廷政府 对商品价格的限价 那另外就想推行 国有企业私有化 保障私人财产 放宽海关限制 促进国际贸易 削减劳工福利 改革雇佣关系 那就是 这个法令 他推的法令 是说 大概是三十项的紧急措施 这个法令 将会废除 大概三百多条 的阿根廷的现行法例 如果是这样 就牵连都相当大了 所以阿根廷 其实是最近 十几天前 都已经针对这个新的总统 我们见到 布尔洛斯 艾里斯 爆发了大型抗议 几千人 就反对 这个新总统 这种米来的改革 他们叫的口号 就是说 我选你做新总统 我希望你带给 一些好的东西 给人民 但是现在 你上一场都不够一个月 你现在推行的法令 就是法令的改革 全部都不是太利人民 反而是利了一小撮人 一些既得利益者 一些财团 或者是有利了外国企业 又令到 即是立即贬值货币 一百二十百分之后 令到 立即有个很大型的通胀 出现 那你如果公共服务的补贴又减少 那就对于一般市民来说 是相当之不利 所以这一部分的几千个民众 立即走出来示威 就说 米来我现在选你做总统 我不是选你做无面之王 不是做无面皇帝 你现在不是做皇帝 你现在上了场不够一个月 已经搞成这样 未来四年怎么办呢 看来 阿根廷国内的经济危机 将会一触即发 事实上 当米来 宣传他去政纲竞选总统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已经打了个突 因为他除了他的形象 是比较突立独行之外 违反了传统 他本身是战正经经的 他本身是一个大学的经济系教授 以为他有经济学的学识 但是似乎他真的学了西方那一套 我记得我们小时读书 读经济经济 就经常说积极不干预政策 Lacy Fair Invisible Hand 无形之首 什么都不要管 那就最好了 其实呢 今时今日 我们看了过去那几十年的经济发展 真的完全没有枉管的自由 所谓自由经济 其实是不行的 也不是完全是规划经济 现在我们看到 发展得最好的 就是过去那几十年 是哪一种经济模式 就是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 一是有适当的计划 有适当的规划 但是也有适当的自由 那才是现在 我们看到在过去那几十年 发展得最好的就是特色社会主义 就不是完全放任 不管的政策是不行的 那现在你看到 阿根廷这个新总统米来 他根本就是 他的行径似乎是做了美国的跟班 大声疾呼 哦 金砖国家 他不会加入 是逆这个世界潮流 那所以呢 其实他 当看到这个政纲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都不太明白 这个所谓新的 阿根廷特朗普 其实他所说的 他的政纲完全都是 好像是有利美资 有利美国的 因为你取消了所有限制 你变成了美国企业可以进来 阿根廷可能是可以控制自己 控制国家企业 比如我刚才所说的 把国营企业私有化 那你卖给谁 可能又是卖给美国 把理矿的发展权 占担权 卖给马斯克 又是美国企业 那你所说的那一套 就是说 废除了什么都不要管 任由外资进来最好 接着就贬值货币 之类之类 几十个法例 几十个法案 三百多条法例 基本上都是 对于 现在阿根廷的现况 看不到 有什么可以明显的改善 反而弄到现在乱了 当然了 现在那个法例的改革 就还没过完 还要通过议会 和立法会去通过 那现在呢 就受到一些 国内的省长 或者是国内的议员的反对 所以现在暂时 阿根廷新总统 米莱所推行的改革 都是遇到有阻力的 而且反对是相当大 看来呢 阿根廷这个 发展 未来的一年 真是多灾多难 选了新总统 反而呢 好事不做 反而越帮越忙 好 接着呢 另一个身份 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 美国 又是说美国 美国 经常想打压中国 对于TikTok 是非常有戒心的 因为太多年轻人 或者美国不单止年轻人 美国民众 是很喜欢上TikTok 看新闻 或者看片 看那些视频 那变了呢 美国觉得要控制一下 那用那个藉口 就是国安 都是用国安 他就说 你这么多美国人去看TikTok 就是下载他的APP 就成为他的追捧者 那由朝到晚去看TikTok的视频 那另外也都好 有不少的美国人 变了TikTok的视频提供者 就是整天这样拍片 那从而在那里 是拿到一些收入 那美国就以国家安全为由 就想打压TikTok 就想禁制他 那视缘就开始 就在蒙大纳州开始 就是去年的5月17日 蒙大纳州州长正式签署 禁止在蒙大纳州管轄的范围 下载TikTok软件 计划在2024年1月1日是实施的 但是这个禁制令很多美国人很反感 所以有居住在蒙大拿州的五个TikTok内容创作者 即是拍片提供的人士发起诉讼反击 当然TikTok公司本身也是提出诉讼 这个诉讼到去年11月终于审判了 联邦法官莫洛伊裁定 这个禁令超越了国家权力 侵犯了用户的宪法权力 结果不批准蒙大拿州禁令 即是说禁不了TikTok 好了这是去年11月30日 这是联邦法官莫洛伊所说的 所决定的一个裁决 莫洛伊就说 由目前记录来看 这个禁令明显不是为了保护蒙大拿州的消费者 而是针对外国政府 根据TikTok方面的说法 用在美国拥有1亿5000万用户 超过3分1的蒙大拿州的居民 也是在用TikTok的软件 TikTok提出的众多主张 也是很有道理的 如果这个法例是禁令推行 会对TikTok这间公司不公平 以及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 其实TikTok已经说明 已经制定了很多保障措施 以保护用户的数据 确保这些数据不会流到中国大陆 所以这个裁决 就是去年11月30日裁决 如果你真的要禁制TikTok的话 法官就说不批 不准禁 因为其实你禁制了它 你会切断了很多人 賴以生存的收入来源 也阻止了很多人去看一些有趣的视频 或者他们获得资讯的权利 也没有证据证明 TikTok是用这些客户的资料 把客户的资料 或者他们看视频的习惯 或者他们的个人资料 这些数据是送给中国 是没有证据显示 TikTok也这样做 所以现在 美国法院也是作出这样的裁决 11月30日去年就裁决了 现在蒙大拿州 就再玩东西了 1月2日就上诉 就说想推翻法院的决定 企图再想办法禁制TikTok 好了 相信这次美国法院 联邦地区法院做回公道事 现在TikTok暂时都未被禁止 有很多人问 为什么香港想下载TikTok 下载不了 其实 右边的TikTok 这两个字 TikTok 其实就是抖音的国际版 如果中国香港市民想下载 就只可以下载左边这个logo 黑色底白色 这个logo就是抖音 中国大陆的居民 也可以下载抖音 香港也是 至于其他国家的市民 如果下载 就不是下载抖音 就是下载TikTok 这个所谓国际版 所以是有些分别的 两个Apps平台 基本上是不可以互相通的 就是说你上了抖音 你就看不到 抖音国际版 TikTok里面的视频 同样道理 你下载了TikTok的Apps 这个是抖音的国际版 你都看不到中国大陆 或者香港可以下载的抖音的视频 所以譬如香港下载 就只可以下载左边的抖音 而看到的视频 基本上就是中国大陆的民众拍摄 或者是香港的民众拍摄 那些视频你才看到的 那当然你说我翻墙就可以了 翻墙当然零计 翻墙就什么都看到了 翻墙当然有个风险 翻墙有个... 这个是随时下载了一些 一些是有病毒的软件 都不行了 翻墙也是危险的动作 尽量都不要做 在这里说一说 现在美国蒙大拿州 继续想搞事 但是暂时应该都还没得 大家都可以尝试去 所以在香港就看抖音 我也有时候会看一下 其实也挺有趣的 每天的视频又不是很长 短短的 也挺有趣的 再不是有兴趣自己拍摄 放些上去也可以 大家好 巴士的步 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 石楼台也有片看 有网友说想订阅石楼台 看独家内容 但是不太知道网上订阅怎么做 我们特别安排了客户服务热线 如果有关订阅或使用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610-3800 3610-3800 或者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另外石楼台独家发布的 陆语人金融HiT 财经节目 已经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视频之外 你还可以在石楼台 看陆语人的文字版 石楼台 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